對 可是... 可是妳有在乎過 真的跟妳合作的人的感受嗎 沒有想過耶 比方說我 對...康永哥我們有合作過 妳跟他合作怎麼樣 順利嗎 我們現在來看那個 但是... 但是... 他現在有舞爵跟Selina 他哪會把我放在眼裡 沒有 如果不要管我們兩個彼此 妳對面選得出來一個 妳接下來最想搭檔的人 這票很重要 這票很重要 真的好奇怪喔 對啊 因為多少女人想跟你搭檔 妳這樣比我的話 我們兩個都要搭喔 可是我覺得跟你搭檔比較是 不管 妳比我 我們兩個都得要回答 而且我們不可以問下一題 就是我們最不想搭檔的是誰 好不好 我們是主持人 不能搭這一題 我要想一下喔 最想搭檔的是 最願意啦 最願意搭檔 我很一二三 等一下我們兩個來想... 等一下 我再想一下 是 好期待喔 好恐怖喔 一 二 三 激進 趙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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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慧如趙慧如趙慧如 妳選拍嗎 妳幹嘛 因為我覺得還滿開得起玩笑的啊 對 不要這樣啊 可以被你們選到 很開心耶 然後 這樣妳會開心 OK OK 這是算是討人喜歡 因為幾幾來過 我從當主持人開始 自己就會上我節目 然後她每次來都讓我 稍微鬆一口氣 就是我丟給她什麼 她都接得住 所以... 謝謝 這件事還來 其實我上第一個節目 是康永哥的節目 對啊 那蝴蝶是很可愛 然後真的 就是跟我的觀眾朋友不同 可是她 她在我的節目 好常常放空喔 所以妳為什麼不接康永... 為什麼不接康永哥的話 沒有 妳一定是很害怕 十年後... 我今天沒有放空嗎 所以我在老人院的時候 妳在接好了 我們還剩下兩個人 好 所以謝忻 妳是認為妳久 然後那個另外一位死嗎 應該是 可是妳絕對不會輸給她對不對 我覺得危險啦 但是我應該會稍微贏一點點 如果輸給她的話 我會很難過 真的喔 幹嘛這樣... 妳請問有沒有一點把握 為妳謝忻啊 沒有 我就鐵定我是十啦 真的喔 我覺得啦 如果真的是十的話 妳也就甘心接受嗎 我覺得 我就抱著最後一名的心情來的 所以不會有太多意外或者... 或者什麼感傷不會 剛剛的所揭曉的各主持人當中 有妳羨慕的說 那個人竟然把票投給了別人嗎 阿希哥 沒有啦 為什麼大家都要跟我搶 我覺得就是 可能合作過的對象 我就會納悶 就是 裡面有誰是妳合作過的 乃哥 康哥 乃哥都合作過 當初合作的時候出了什麼問題 就... 對 妳不用難過啊 乃哥也沒選我 對啊 是 他跟他合作答應 也是啦... 也是啦 許乃琳也好為難喔 就是 因為他合作過那麼多人 他只有一票啊 對啊 但因為這個是現任 所以他第一選現在 還沒有揭曉的就是 謝忻和林祺薇了 然後他們認為 如果謝忻是第十的話 他會很難接受這個狀況 而祺薇是抱著 第十名的心情來的 對 我們訪問的50位 有主持經驗的明星當中 認為最理想的大黨人選擇 排名最後的兩位 誰會是第十名呢 請為我們揭曉法 好 最殘酷的時刻 到了第十名 到底會是誰呢 謝忻來了